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1月18号,星期六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今天做一个大盘分析的专辑 今天关键的问题是 别高兴太早 那么美科技股2023年开局强劲 但可能不是好事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 第一点,2023年1月份美科技股涨势强劲 那么纳指正以来2022年7月份以来最佳的阅度表现 但以史为鉴 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2001年开局的强劲涨势之后 美国科技股以来是最大幅的降温 那么纳指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暴跌了29.7% 那么第二点,原因很简单 2001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互联网 泡沫破灭多年来对科技发展到的乐观态度 是股市在2000年到达了新高点 随后又跌至股底 那么有分析师指出 今年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类似 科技股在2022年从创纪录的高峰中暴跌 而这一峰指是投资者对上市科技公司发展前景 乐观情绪所推动 那么去年纳指经历了有纪录以来第四个表现最糟糕的年份 那么另一方面 在当前科技股反弹的同时 许多大型的科技公司却发出了严峻的警告 科技公司还采取了裁员和其他成本削减的措施 那么最具名的大家知道 Meta 那么Google Microsoft 还有Amazon 实际上裁员都超过一万人 不可否认的是 除了2001年 在此之前 纳指于某一年的第一个月 录得10%以上的涨幅时 那么当年剩余的时间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指出当年剩余时间将平均上涨 超过1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截取的一个图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月涨幅超过10%的年度比较 那么这个深蓝色的 这个是一月份的表现 当年的涨一月份超过10% 这个就是10% 那么这个浅蓝色的 就是为当年其余月份的合级表现 那么大家看 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是2001年 当时这个月份表现非常的强劲 超过10% 那么在其余的这个月份表现合级 实际上接近于30%下跌 所以科技股经验究竟何去何从 那么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 不过下个礼拜 就是礼拜一开始 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将发布四季度财报 并得未来一年的业绩进行预测 届时科技行业的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 所以下个礼拜的一个超级财报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纳指的情况 我们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纳指礼拜五昨天收盘上的0.95% 而这一步反弹实际上你可以看是个V型的反卷 而且从礼拜五的反弹来看 但已经是 已经是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也就是12月12月份的这个高点 所以而且来到了黄金凤线50%的位置 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也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口 我们看一下均线 这个是连线 这个是半连线 这个是季线 生命线 这个是月线 那么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很明显大家看短期的这些线 甚至半连线都已经开始走平了 拐头向上 而这个连线 还是拐头往下的 但是昨天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已经站上了这个连线 所以下个礼拜的财报 周应该会确定 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能不能站往这个连线 这个连线的位置 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它是11507点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位置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KTG 目前这个KTG的位置 KTG值大在超过91了 大家可以往前看 实际上历史上就是在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8F那幅高点反弹的时候 来到了同样的位置 最后掉下来 所以你从KTG的指标来看 目前这个位置是严重的超买 当然我们以前也讲过大野可以动画 就类似这个地方 它不是说一到这个位置 马上就掉下来 它实际上中间动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这个礼拜正好就是超级财报周 实际上它前面从这个地方算的话 从1月17号上已经开始动画了 那么下一个礼拜超级财报周应该就会决定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不可能这个KTG从地上看 它不可能在这个上面一直动画 来到这个位置都是严重的超买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所以这个大家目前对这个大盘的这个反弹 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控制到自己的仓位 如果说你有在低位的 在这种位置应该是减仓的 除非你是做长线 你要是做短线做拨的呢 目前这个位置应该是减仓的 因为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周线级别和月线吧 因为我们要跟那个2001年 这个是 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2000年 那个科技互联网泡沫 大的最高峰的时候 那就是2003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2001 我们看一下 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当时这个2001年 这个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随后大家可以看下 2月份3月份连续往下跌 这个一直到2007月份 一直跌到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我们前面看这个表格就是说 这个1月份上涨以后 那么其他的时间平均下跌将近30% 这就是当时那个科技 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的情况 今年是非常非常类似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在2001年 实际上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 这个纳斯达克就来到了最高点 然后伊朗往下刹 然后这个1月份 2023年的今年的1月份 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那么我们说他会不会跟那个内视的 就是跟刚才我们前面说 那个2002年 那一段时间那个互联网泡沫 相对视 那么下一个礼拜